后期促进复合物也称为环体或IPCC是一种银酸泛素连接酶 可标记目标细胞、周期蛋白已供26S蛋白媒体降解 IPCC是由11到13个亚基蛋白组成的大型复合物 包括与SCF类似的Culling、APCR和Ring APC11、亚基、IPCC其他部分的功能未知 但高度保守 讯号传导中蛋白媒体的泛素化和随后的蛋白质降解的作用 是透过靶向特定蛋白质进行降解来调节细胞过程 泛素化是一种翻译后修饰 其中一种称为泛素的小蛋白质付诸到其他蛋白质上 标记它们已供26S蛋白媒体降解 C是一种移三泛素连接酶 可识别并标记细胞周期蛋白已供26S蛋白媒体降解 后期促进复合物也称为环体或IPCC是一种移三泛素连接酶 可标记目标细胞周期蛋白已供26S蛋白媒体降解 IPCC是由11到13个亚基蛋白组成的大型复合物 包括与SCF类似的Culling、APCR和Ring APC11、亚基、IPCC其他部分的功能未知 但高度保守 后期促进复合物也称为环体或IPCC是一种移三泛素连接酶 可标记目标细胞周期蛋白已供26S蛋白媒体降解 IPCC是由11到13个亚基蛋白组成的大型复合物 包括与SCF类似的Culling、APCR和Ring APC11、亚基、IPCC其他部分的功能未知 但高度保守 感谢观看